賓夕法尼亞州 無暗號咳嗽引發雞油站槍戰 賓夕法尼亞州 無暗號咳嗽引發雞油站槍戰 Johnstown警方表示拘捕了視頻中的 一兩名男子 56歲的Gillermo Everett 和53歲的William Sorrow 一場連開4槍的槍戰 起源於無暗號咳嗽 在上星期六 Gillermo Everett 準備行入Sheets雞油站的便利店 這個時候Sorrow就開車上前 車閘Everett 剛才咳嗽的時候沒有掩住口臂 於是兩人發生爭執 坐在車內的Sorrow一度下車 並在離開前 用車撞了Everett 於是Everett 拿出槍 起碼向Sorrow的車開了4槍 其中一槍打中了洞風玻璃 Sorrow沒有手傷 她回家後立即報警 警方在街友站找到了Everett 並將兩人拘捕 理由是暴力襲擊 和致他人於危險罪 警方表示Everett無證持槍 天下衛視記者梁里達報導